欢迎回来,我们来看政党消息 大年除夕这一天,民政党宣布正式加入国盟 党主席南多刘华财会见首相丹斯林布尤丁 接过了加盟信函 对于来届选举中国盟阵营的议席分配问题 刘华财强调,党务之急是先挟入政府对抗新冠疫情 成员党之间的议席分配仪式荣厚在谈 民政党2018年6月退出国阵 如今正式加入国盟 对于选民的反应,刘华财直言不担心 他强调,因为民政党将继续秉持中庸的路线 并且坚信非种族政党最适合我国 国盟阵营目前一共有五个成员党 除了最新加入的民政党 还有土团党、伊党、沙巴利新党和沙巴进步党 来自国阵的巫统、马华国大党 都是国盟政府的执政成员